几位长辈采飞轮闲话家常 这不是里民活动场所 而是台北市文山区 新设立的私人日照中心 这里很容易 这当好在市区 我们再来他去上班 叫我们就回去了 这样老的也要来这边 大家都有朋友办 然后又有团体活动 我觉得老人最需要有团体活动 要有朋友 这间日照中心近150坪 可容纳60人 是由幼儿园改建而成 全日照顾费不用1400元 若有长照需求也能涵盖 最新设备服务 文山新店一代的长辈 我们这位居民 从我们上一辈 上两辈都是以雾龙为主 年轻人都出去外面打拼 移民出去 到移居出去都没关系 老人家就是守在自己的家园 尤其是里内附近 让人家每天可以来使用 方便又安全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胜局 里长也一起加入 下棋台杠 累了出去透透风 若身体状况允许 还能到对面先机岩登山践行 北市首善之都 面对人口老化 年底将布建80间公司力日照中心 但仍有13处的国中学区 没有日照中心 像这样子的日照中心 也希望在台北市 我们每一个国中学区 我们都能够来完全开办 我们也期待在我们 蒋师长的任内 我们能够逐一的每个国中学区 都能够来开办 现行北市日照服务涵盖3500位长辈 眼前人口老化问题严重 中央和地方都得积极面对 老人照护与长照需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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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